這邊 過去三間是垃圾也埋藏 經過整理以後 現在已經完全看不出來了 而且這邊還加了一些 很有意象海洋 意象的藝術裝置 這邊加上就很多人 來這邊放風針 或者是吹海風 搖身一遍成為新的旅遊小金點 八斗子的潮進公園 就位在漁港旁邊 入口處有一群明顯的 魚群雕塑 接下來就可以看到 開闊的海食平台與海景 可以說是觀浪的最佳地點 再往後段走 就是更接近大海的一片草原 這裡有象徵海洋的鸚鵡螺 其中最熱門的打卡景點 就是這整排 像是遺落在海岸上的魔女掃把 它其實是一個法國藝術家的創作 叫做掃把救星 有掃除海洋污染物和垃圾的含意 這裡有一望無際的海景 有種來到世界比端的感覺 一旁點綴著充滿想像的異象裝置 還有人形整目步道 隨時可以散步享受悠閒的海風 無論如何 選一隻喜歡的掃把和遠方的雞龍魚 一起留下特別的回憶吧 走入八斗子巷弄中 可以感受到昔日的漁村風味 聚落中古老的石掃與新造仿無冰存 其實八斗子有三寶 第一個寶其實就是小卷 第二個寶就是飛魚卵 對 第三個寶叫做石花菜 那石花菜呢 煮出來就是石花洞 石花洞其實就是所謂的日本的寒天 小小魚村裡處處有驚喜 像這棟臨著馬路的房子也有玄機 其實你現在採的這個地方 以前是海 那個海裡面 我們早期八斗子是有一片很漂亮 金黃色的沙灘 你有沒有發現 這一個房子為什麼要蓋那麼高 因為長潮是不是 對 長退潮的關係 它一定要這麼高 它們家才不會被淹水 對 所以他們很聰明 他們就蓋到海邊 所以我們這邊其實很早就有那種 海景第一排 對 沒錯 黃金海岸 沒錯 蓋起來就沒了 對 但是就是在這邊 所以他們說 他們家以前都不用冰箱 要什麼魚或直接一個 釣完出來釣裡就有了 妳怎麼有多羨慕啊 真的就是大海 就是八斗子人的冰箱這樣子 沒錯 所以真的好特別喔 每個地方的區民 都有他們不一樣 適應當地的生活方式 其實跟著導覽員走 才可以更深入的認識這個地方 對 好 還要去看別的對不對 當然我們去看百年老房子 好 走 來到這裡 如果你聞到空氣中 有鹹香的鮮味 那代表距離附近的魚療 已經不遠了 魚療早籤子的時候 它是在我們的沙灘上面 就是一個爐灶 然後酸頭動一動木材 搭一搭 就直接燒彩 直接在海邊煮 它們就直接咬海水來煮 是因為在早籤 在日據時期的時候 它們不可以放賣 一般民眾 不可以販賣新鮮的魚貨 所以它們第一個就是煮熟的 第二個就是醃漬的 第三個就是曬乾的 其實我們巴豆子的魚療 已經開始漸漸就是 沒了現在目前只剩下三家 所以現在魚療 已經看不到了 他們這樣的魚法 已經將近百年 是因為起源於日據時代 不能賣新鮮魚貨 這樣子的方法 其實還滿有趣的 因為一個時代背景 所以讓我們可以吃到 這種很特別的方式煮的魚 不過也快要沒有了 因為這個方法真的很辛苦 海洋是巴豆子人的鄰居 漁業也串起了 在地的歷史與感情 村子裡有間小巧的文物館 將歷史畫為文字 讓漁民和海女的陶海用具 有了新的舞台 來 我來對妳看一個特別的 特別的東西 什麼東西 你看 早期的蛙筋 好酷喔 木頭汁 是木頭汁的耶 而且它中間是玻璃 對 超特別的 超特別的 這個文物館雖然很小 可是這邊我們看到很多 巴豆子的歷史 還有與村相關的文化 像這個真的是 從來沒看過的 木頭蛙筋 據老人家說 這每個都是獨一無二的 首顆蛙筋的世代 和練習在買 來 給妳看一下這個 妳知道這是什麼嗎 不知道 沒見過 烤肉的竹籤 希望不是會破掉嗎 我們是用這個來幫我們補的 補沾 用這一個去幫我們 把破的地方幫我們 稍微補起來 早期的用具都從自然中取材 竹籽製成縫補漁網的用具 而高潤度的藤也有用處喔 妳覺得這是什麼 補魚的吧 補魚的 要什麼作用 魚 螃蟹 螃蟹進去出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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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 這個是我們船 旁邊不是有那個防撞的 現在都是輪胎 以前是這個藤做的這一種 從入口處出發 白色階梯一路下切到山谷中的草原 走到盡頭是V字形的山谷底端 也是最靠近海的地方 這裡有兩旁的清脆山壁環繞 腳下是拍打在腳岩上的浪花 天氣好時還能清楚的看到遠方的基隆雨 V 這裡位在兩個山谷的中間 凹下去的V字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夾在山谷中間 然後前面就是非常清澈很乾淨的海水 而且步道就非常好走 你看小朋友都可以輕鬆駕馭 這裡風景不但不輸離島 而且還是全台十大美景的第一名喔 所以有機會來到這邊 一定要走一下這個步道 沒錯 所以我們走完這邊的步道之後 我們就直接帶你們去草莖帶看 好 走 沿著兩旁海岸零線延伸 步道在起伏的山坡上綿延不絕 一旁有柔柔的綠色草原和海濱植物 另一側則是有湛藍海水 和精采的地質景觀 起伏的步道高低不同 都能拍出各種明信片風景 其實要來到這個地方之前 心裡一直有點忐忑不安 因為除了要看好潮汐之外 還不能下雨 但是你看為了這個美景 可以 努力是值得的 位於東北角的大平海岸 是可以直接清淨大海的私房景點 這裡的七煙怪事相當生動 但腳下的椒鹽卻不好走 所以小慧幫我們準備了 湊鞋 是的 來 而且還有穿鞋椅 對 好 這要怎麼穿 先來教你們 這邊兩條的這個是尾巴 這個是頭 我們把中間的這個繩子 稍微拉開之後有沒有 這邊會有一個繩子 來 襪子脫好了 來 腳直接伸進來 看起來很複雜 其實滿簡單的 滿簡單的 這個不是夾腳拖鞋穿法 所以你要往後點 然後我們往上踢 痛不痛 還好 還好 可以 還可以 會痛要講喔 好 這邊要拉起來嗎 不用 因為綁的時候自然而然它就會起來了 我真的是第一次穿草鞋 是 其實這是我們最早的鮮明的智慧 因為他們發現穿草鞋其實會防滑 這是我們的防滑鞋 所以是漁民的防滑鞋 是的 沒錯… 對 而且它看起來很複雜對不對 對 其實很簡單 手工平安草鞋簡單又有智慧 穿著它走入大平海岸 現在剛好是海菜盛產的季節 潮水推去後 一大片綠油油的野生海菜裸肉出來 覆蓋在大面平坦的椒鹽上 看起來柔軟又濕滑 它是有綠寶石美名的海菜田 好舒服喔 對 妳看這邊就是 我們海女來這邊爬 爬的 你不吵海女是最吵的 對 其實不是喔 妳看 整個都是爬過的痕跡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市場 買到的海菜嗎 對 所以我們在地點 自己會摘的 我們在地點也會自己來這邊採 對 採的話 這個尺寸的話 比較長 它這個叫裂片尺寸 春天的時候 大概2 3 4 5月的時候 之後的比較熱一點的話 就會開始變成是另外一種的 其實它是季節性還滿長的 所以來採其實滿辛苦 因為都是剛好在很冷的時候 對… 這個這樣好像不一樣喔 對 完全就是不一樣的感覺 這是什麼 這個叫做蒼湖排 這個也是可以吃的嗎 這是可以吃的 你看看它很細 涼飯的那種 很細 對 其實我們這裡不拿來做涼飯 我們這裡來包進水餃裡頭 真的 叫海藻水餃 海藻水餃 海藻水餃 所以你看這一片綠油 有在我們遊客眼中是美景 可是其實在地人的眼中 是他們的海裡的甜這樣子 對 可以濕 其實這也是我們所有的海洋生物 潮間帶生物的食物 對 所以它其實用途很多 這裡還有各種椒鹽形成的水蛙 裡頭有清澈的海水和雨晨 沒看過的各種生物 有些人會在這裡釣魚細水 大大小小的魚群隨處可見 掩然是個潮間帶生物的天堂 被漂走了 你看 你看 找到海兔了 這就是海兔嗎 這就是海兔 你看它 它的 脫出來了 它的頭 然後它的眼睛其實是在後面的 對 它在它後面的 有沒有它這邊兩個尖尖的看起來 就像兔子的耳朵 所以它又被我們簡稱 叫做統稱為海兔 水餅第一次看到海兔本人 而且它在我手上耶 你知道它已經有兩三年沒有出現在 我們八斗子朝鮮帶 這邊大片朝鮮帶 真的喔 因為那一陣子就是天氣很熱 它已經很久沒出來 我們今年又再一次看到它了 這個海兔已經躲了兩三年了 今天為了我們上場 看不到我也很興奮 常年受到海風和海水侵蝕 這裡的海岸形成了各種 特殊的岩石景觀 平台上有綜橫萬千的線條 還有各種形狀不移的海石岩 海石東等特殊地址 是現成的地殼教室 來囉 像八斗子這樣的小魚村 不品嘗海鮮好像少了什麼 但是我們今天不走大魚大肉風格 而是要是品嘗一種 很有特色的魚村美味 今天包的是那個小捲的 小捲的口味的水餃 對 它是用我們在地的小捲來做的 主要的餡料 當然還有一部分的肉 一定比例的肉 最重要是希望能夠推廣 我們在地的這個特產小捲 不只說內餡不一樣 連我們的皮也不一樣 對…為什麼是米色的 皮是用墨魚粉做的 跟內餡做一個忽略 對啊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包 八斗子的水餃有不一樣的包房嗎 我包的是最簡單的 只要包得緊就好 兩個步驟 你好放太多了吧 大哥 兩個步驟就這樣子 這樣也可以 這樣好快喔 對 最簡單的 好 你來試試看 好 那當初八斗子這邊 原本有這個吃法嗎 還是這個吃法是你研發的 對 原本沒有這個吃法 對 是之前 我跟我太太太一起研發的 對… OK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 非常實在的小捲水餃的內餡了 我們等一下就請毛大哥 幫我們煮一盤冰溫的水餃 我們來吃看看 不一樣的海味水餃 好…OK 原來這是一家 融入當地漁產的餃子店 他們跳脫框架 把漁產包入餃子中 看著當日現包的餃子放入滾水 經過翻騰後變得飽滿膨脹 在滾落盤中 好 我們要先來吃這個 我們剛剛包的黑色小捲水餃 好期待喔 好吃 而且小捲真的超多 我覺得它小捲的口感超棒的 而且用水餃包起來 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想法 因為它把小捲的鮮甜都鎖在裡面了 剛上岸的小捲經過清洗 除去內臟和軟管後 仔細的切成適合做內餡的大小 再用酒黃取代高麗菜提升香味 和一定比例的肉餡柔和後 最後包入墨魚餃子皮中 看起來可口大方 除此之外這裡的飛魚卵海菜也是熱門口味 我們來試看看傳說中的飛魚卵 它怎麼是這個顏色 最主要是飛魚卵 當然它除了有它的營養以外 最主要是它的口感 它在嘴裡面一酒的話 好像有聲音閉閉波這樣子 因為是卵嘛 你又找不到什麼東西就好 就給它想像用成 用黃色的跟卵 給它結合在一起 因為卵是黃色的 對… 對…而且又用胡蘿蔔素 又有營養的東西 對… 然後這個是最經典的口味對不對 這是海菜 海菜 它的皮綠色是… 綠色是綠藻 綠藻 對…綠藻 它跟它的內餡做一個呼應 都是藻類的 你看 它前面都是滿滿的海藻 對啊 我很喜歡這個口味 它的海菜是龍虛菜的 所以它放在裡面 它其實會有一種很爽脆的感覺 對啊 怎麼吃起來是非常新鮮的 對…不會太硬也不會太軟 對…它有點膠質在裡面 對… 我覺得這裡的每一顆水餃 都值得你慢慢去咀嚼 因為它的風味還有它的口感 都是很不一樣的 對… 都好吃耶 這個比較少 這個是蘿蔔 蘿蔔 對 白蘿蔔 蘿蔔 蘿蔔 是季節限定才是 季節性 對 季節限定 對 夏天的話就改成那個不阿 不阿 現在冬天還是用蘿蔔的 對不對 對 你們蘿蔔不太一樣喔 它吃下去是脆口的 而且還會有那個蘿蔔的汁 會爆汁出來的耶 對 原來這些彩色水餃 不只是老闆一時的創意 身為前里長伯的老闆王兵輝 與包周子有深刻的連結 再一次如何提升漁產 價值的思考後 將當地捕獲的小卷 飛魚卵包入餃子中 我們以前看到的一些 飛魚卵或是小卷 這樣子很單純去販送漁獲的方法 現在我們也看到說 一些創意 在牠們身上做出不一樣的發想 所以讓八斗子的漁產 可以有更多的可能 對… 大家可以來試看看 用水餃吃海鮮 有水餃吃海鮮 極度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